接上来写的呢 它是一个左手的旋律 是这样一个 一个很荡漾的 循环的这样一个感觉 一部分一部分来说 先说第一层次 就是关于音符和指法 音符一开始都有一个八度 这个八度呢 我们为了让它听起来 更加有融合度 听起来更舒服 所以第一个音用小指弹 那么第二个音呢 用大指 也就是用这两个手指来弹作啊 那么你下去的时候 这个手呢 就可以是斜的 侧的这样去放 这样放 这么样去放啊 用这两个手指弹 放 放下去 看我的手 本身它就是斜的 这样一方面呢 可以用小指弹的时候 并不是正面弹 是侧面 一方面 起到一个止音的一个作用 止音的控制弦的一个作用 小指不是正面 正面出弦的阻力太大了 其实并不好 弹小指的时候是侧面 侧面出弦 这样的 那么你放的时候呢 就把这两个手指 一次性 全部放好 一次放好 然后 有一个提的一个状态 往身体的方向 有这样一个提的一个用力的感觉 好 那么当这个大指弹完之后呢 手臂手腕要往回拉 往回拉 拉回来 拉回来之后呢 后面那个 米缩拉 米缩拉 我们用这三个手指弹 勾摸托 米缩拉 注意啊 手臂手腕要有一个衔接 手臂手腕拉回来 然后呢 用中指 这样你才能换过来 换弦 手臂手腕的作用不能忽视掉 也就是说 你不能仅仅只靠手指去找这个音 用手指去找 而是手臂手腕要拉着过来 手臂手腕要起作用 然后呢 手不要往上跳 不要跳 不要跳 贴着弦 走 米缩拉 这三个手指 好 从拉开始呢 就要回去了 下行 拉 缩 所以你回 上行过来的时候呢 那么下行再回去的时候 手就要张开 因为你回去是四个手指 拉 扫 米 托 手 不要这样 不要一个一个的放 要一次性 当你的大指弹 接触到金弦的时候 其他的手指就要 提前打开 提前张开 好 那么它就是一个上下行的循环 连起来 第二句的第一个音换了一个音 它不是兜兜了 它又跨多了一根弦 变成 拉 比刚才的跨度又增大了一点 其实我们左手弹的位置呢 刚好就在中间 而且刚好是斜的 这个斜 倾斜的角度呢 它基本上跟 这个琴马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你看 你的大指和小指张开 刚好是 小指在这个方向 大指在这个方向 它是一个倾斜 不要把它摆成直线 注意 它不是直线 你这样的话 手 侧面的这根筋 就会很累 不要把大指和小指摆成直线 它是斜线 你张开手 看 张开手 自然的放在这 它刚好就是斜的 小指在这边 大指在这边 跨开 跨开 那么就顺着这个 这条线再走 也大概就是中间线 琴弦的这个终点 中间 那么你看 上行的时候 手便往身体的方向带 而且你看有一个 我们刚开始弹 前两个音的时候 手背是侧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往身体方向带 提过来 而且呢 你看有一个转 对 转动的一个状态 转 那么回去的时候 往前倒 往相反的方向 斜前方 你不要放正 不要这样往前滚 是斜前方 那么刚好顺着我们手腕的状态 你看 手腕可以这样转 这样子 刚好是顺着手腕的状态 这样转 刚好你看 手指在主动的走 那么手臂手腕呢 再配合它拉动和转动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触弦的时候 要注意指尖 一定要立起来 一定是这个角度在弹 这个角度 千万不要趴在这这样弹 指尖不要这个角度 去趴着弹 这样弹 扒着它再弹 要立起来 指尖 你看 每个手指落在心弦上 都是立起来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前奏 它一共走了两小节 是同样的 那么这个呢 除了我们用左手 就是譜面上是这样写的 注意譜子上写的是左手弹 这样弹 这是譜子上的 也是大多数人都这样弹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弹法 我会用双手来弹 双手弹就牵扯到一个指法分配的问题 怎么分配呢 我们注意 它是两拍为一个单位 Dodo Mi Sol La Sol Mi Do 12345678 八个音为一个单位 那我们前两个音用左手弹 用这两个手指 Dodo 左手 后面的这四个音 这六个音 我们用右手弹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避免了你的右手 不知道在干嘛 很多人弹琴的右手 C在这放着 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两个手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律动感 但是呢 既然是两个手弹 你就要照顾到两只手的 这个音色 音量 速度 等等 音质的这个平衡 两个手要达到一个平衡 那么你的右手 就要去靠近左手 两个手要靠近 你不能这样看 这个音色 你看音色是不统一的 你的两只手要尽量靠近 也就是说 把你的右手也拿到中间来 左手在中间 刚才说了 是刚好跟琴马平行的这条线 这样再走 在这个中线再走 那么你的左手是这条线 你的右手也要在这条线上走 再回去 是这样一个状态 来回 那么两个手不要上下跳 贴着弦这样走 还有律动感 那么这个是指法和手的分配 你可以看谱子用单手 用左手来弹 同样可以就是 比如说 根据我给大家的提示 可以换成一个双手 右手加左手 二加六 左手弹两个音 右手弹六个音 那么右手的指法就是 勾抹脱抹勾打 也就是把你刚才 左手要弹的那个音 交给右手 那个指法交给右手去 好 这是指法和这个需要用到的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它谱子上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个强弱记号 它每两拍有一个这样的形状 写得非常清楚 强弱 强弱 是这样一个符 我们在就是 我们在就是比如说音乐学院里面 就是所谓的专业的这个院校里面 我们会把这个形状叫枣弧形 大家吃过大枣 对吗 就是那个大枣吃完之后的那个弧 中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肚子 鼓起来 两边是尖尖的 枣弧形 健强 健弱 健强 健弱 刚好从低音拉回来 升高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 然后 退下去 一二三四五 看到了吗 强 弱 你看它是这样一个方向 左前右后 左前右后 然后 健强 健弱 推 拉 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它的最高音就是这个拉 前面的那个音都很自然 你要在心里数数 比如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这个 你去像我这样说话的时候 就把它放大 或者说一三五七 九七五三 就是 大大大大大大 你要能把这个感觉找到 它才有这个荡漾的感觉 水的这种 船上 这种感觉 香江嘛 写的是水 好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主题 第三小节进入到主题的时候呢 我们的主旋律就出来了 对吧 主旋律 主旋律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先顺着刚才这个状态 先看左手的伴奏 左手这个时候呢 刚才我们可以通过两只手来弹 现在你只能一只手 因为你的右手要弹旋律 对吧 那我们的左手还是回归到这个单手伴奏 它有变化 注意这个变化 然后后面还是 在第一行最后一小节 像这种 你发现它是相邻的或者相近的音 这样依次排开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用 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但是呢 在这种伴奏音性分解和弦 放在曲子当中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把小节的第一个音 用小指来弹 对吧 刚才说了 常规指法是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那么我们把第一个四换成五 换成小指 五三二一 五三二一 四三二一 手要微微 都要张开 你看这个 注意看 我弹小指的时候 我其他的手指都是这样张开的 不要收着 手不要这样收着弹 小指在弹的时候 其他手指都是打开的状态 预备 随时都可以下去 它随时可以放下去 任何一个手指放上去的时候 其他手指都是微微张开的 好 第一行的最后一小节 还有这 你发现这种相邻的相近的音 我们都可以用 五三二一 四三二一 就是把第一个音用小指弹 这是我们一个常规操作 就是在分解和弦 往往会把每小节的第一个音 用这个小指来弹 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熟悉的例子 比如说像 雪山春晓 雪山春晓摇指那段 这一段 左手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你看它也是小指弹第一个音 本来应该是四三二一 我们把这个四换成五 五三二一 雪山春晓的第一 那个摇指段 对吧 左手的这个分解和弦 还比如说像摇足舞曲 这个 摇足舞曲 这个 左手的这个 左手的这种分解和弦 或者是像 这个景格山太阳红 这个 这种 也是这样的 这个 这分解和弦的第一个音 我们一般在曲子当中 都会用小指来弹 一个常规操作 好 那么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弦律 第一行的最后两小节 刚才说的主弦律进来了 这个 大多数人都用的这个扎庄摇 扎庄摇来弹 这个 其实扎庄摇比较容易去表达这种线条的感觉 就像这种抒情的旋律 其实比较容易表达的 那么弹的时候怎么样去弹到你想要的这种线条感 就大家有时候弹的时候找不到这个线条感 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首先弹的时候注意一个 就是你摇指尖的幅度不能太大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摆动的幅度太大了 你要围绕着这一根弦 我们一般在弹这种线条形的时候 指尖甚至前后都不会碰任何弦 什么意思 我们在初学弹扎庄摇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下都要 要放在琴弦上 对不对 这样放 但是你如果想把它弹得很细的话 第一下就不要靠在弦上 也就是它下来和上去 这个指尖都不要靠在弦上 就是在中间摇这一根弦 不要压在这根弦上 也不要碰到前面的弦 就围绕着中间这根弦在弹 或者说我可以扎在这 扎在琴弦上或者乐山上 对吧 可以这样 那也可以像这种 这亚弯的这个腰 其实它都是一样 就是你控制指尖的运动幅度 指尖 或者是 提弯的 这个提弯腰也是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摇指的注意的一个 就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你弹到中间的时候 它还有一些旋律上要处理的东西 比如说中间有装饰 还有弧点 好 注意这个 也就是说你弹 摇到骚的时候 你练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骚上多等一会 然后放松放松 你感觉到你的食指 好像可以松开了 然后你就用食指去碰这个咪 很轻盈的去碰它 然后 当你碰到它之后 手快速往前挪 移动到这个咪上面 然后同时大致把骚弹响 咪咪咪 它就完成了 不要把手抬起来 不要 不要抬起来就换 这个弦率就断了 不要这样去换 因为你摇骚的时候 放松 手指逐渐的放松 食指放松 去找这个咪 心里做好准备 当你摸到这个咪的时候 碰到它 马上换过来 这个咪骚很快 因为它是装饰 千万不要把手提起来 千万不要提起来 你提起来就断掉了 旋律就会被切断了 好 后面第二句 拉到 拐 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弹到拐的时候 拐 准备好 那这个地方就要跨一根弦了 弹拐的时候 你要去够这个拉 最后一小节的 拐 接第一行的最后一小节 咪 拐 摇到拐的时候 下一小节 最后一小节的 那个装饰音是拉 那么拐和拉之间 隔了一根弦 你的食指就要跨得更远一点 心里做好准备 也是一样的吧 食指松开 你不光是食指要 过去够这根弦 同时你的胳膊和手臂 也要往前送一下 就是你的手臂是不能偷懒 你不能手臂还定在拐上 对吧 因为你下一根弦是要往前挪的 它是要去摇这个兜的 你不能一直在这个拐上不动 所以手臂要往前推 注意那个拉指是非常轻的 碰一下 而且动作非常小 就可以了 手指主动往前勾 然后胳膊往前推一下 推一下 那么这个准确度呢 是去 是要通过不断的 去重复的练习 能够达到的 你不可能一次性的就把它弹好 好 那么接下来的旋律 那么 我们走下行旋律的时候 你看 刚开始起的时候 在中音音 这个时候 在第一行最后一小节 已经弹到了第一音音 我们跨了一个八度了 等于说那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键弱收 这个收呢 一个是力度上的控制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位置上 我们走的一个斜线 刚开始呢 在一个大概一寸的位置上 在这弹 很明亮 那么 最后 走到哪了 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们从这开始走 刚才走了一个小斜线 从琴弦一寸的位置上开始弹 然后 走走走走走 平移到哪了 平移到 这样 走了一个小斜线 拉 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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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到了 哎 弦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把一根弦平均分成三份 走到了离岳山最近的这个点上 三分之一的这个点上 它是有一个音色 音量等等 是同步在做变化 而不仅仅是音量的变化 音色也在做变化 那么我们的左手这个时候呢 也是配合着它 一直在一起在走 那么第二行的旋律 这个旋律又来了一遍 那你就又回到一寸的地方 还记得我们这个旋律当中 一直有一个早弧形的 这个强热记号吗 早弧形的 那么你的摇指也要这样做 你看 放大 你放大 我所说的放大就是坚强 对吧 你坚强的时候 你的指尖要逐渐的捏紧 刚开始是放松的 捏紧 放松 看到了吗 大 它像呼吸一样 像喘气一样 这个感觉 整个这一段就像呼吸一样 是非常有韵律感的 很舒服的 是这样的 先两个手指 先不要使劲 就轻轻搭在一起 然后呢 逐渐捏紧 然后让它力量放出来 然后再松掉 然后装饰 看到吗 它两拍为一个单位 两拍做一个 强 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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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个 呼吸 这种感觉 大大大大也在爬坡 当你弱的时候 这个大大 也在弱 强弱 强弱 后面接着这个强弱 后面接着这个强弱 就可以用四三二一了 它是两小节位 一个单位 第一个音用小指弹 后面的全部用指甲音 第一个人 第一个音用肉指弹 接下它来 接无明指 这是整个强弱 强弱煕 强弱 然后接着纲 上行结构 对吧 它没有往下走 它不像刚开始是 它上去又回来 推拉 对吧 这一小节 它只有上没有下 然后又再来 两个单位全都是上行 执法都一样 5 3 2 1 4 3 2 1 5 3 2 1 4 3 2 1 接下来又是装饰音 还是 左手的这个伴奏音型 没有变 还是 5 3 2 1 4 3 2 1 依然是装饰音起 注意点 弹到低音去 Sol La Sol Mi Sol 这几句有低音点的地方 都是我都在哪弹 三分之一的地方 看到没有 在这 在这个位置 注意三分之一 不是二分之一 你不要弹到这来 这个音就变成空的了 空的 懂了吗 就像空心的那个管子一样 中间是空的 要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个声音是圆润的 但是它不空 懂吗 如果我们想要明亮的 就在边上 这个 这个是圆润的 然后这是空的 注意音色的选择 第二行 最后一小节的 最后两拍 执法仍然是 5 3 2 1 4 3 2 1 好 第三行 第一小节 也就是整个 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 首先遇到了一个 棘手问题 它那个摇指有一个八度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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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高上去 拉 中间其实可以 偷控断一下 但是断的这个时间 别太长 你不能这样弹 那就完了 它变成了一个短摇了 一定要线条形的 拉 看准心理准备好 拉 来 跳过来 其实你跳过来的时候 不要往上拉这个手 平移过来 依靠的是手臂手腕的支撑力 重要啊 这是有支撑的 支撑 提过来 指尖的幅度 一定要保持到很小的运动幅度 最后一句也是一个大的剑强 它没有剑弱 一直往上推 那么左手的这个音呢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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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仍然是 5-3-2-1-4-3-2-1 啊 然后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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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5-3-2-1-4-3-2-1 啊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一段里边的左手执法 基本上就分成两种 一种是 5-3-2-1-4-3-2-1 一种是 5 啊 一种是 5-1-3-2-1-2-3-4 我再说一遍 第一段 就是第一层摇指的这个层次当中呢 左手的伴奏音形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刚开始的这种 5-1-3-2-1-2-3-4 5-1-3-2-1-2-3-4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5-3-2-1-4-3-2-1 5-3-2-1-4-3-2-1 注意手指要贴着弦走 一个音一个音的切换 然后呢 一个手指弹 下一个手指要准备 甚至所有的手指都要提前准备 手张开 不要拳着 不要这样弹啊 手指有一个切换啊 这样 这样一个感觉在走 一个手指跟下一个手指 有一个这样切换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么 刚才 这个是指法的问题 摇指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用扎装摇 比如在边上 但是在边上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音色相对来说呢 变化要小一点 因为这个边上 始终都是一个比较亮的声音 那么你就要通过 更多的要通过你的力量控制 来达到一个变化 否则的话 听起来就会很平 你的手指捏得紧和松 来去控制它的这个力量的感觉啊 一定要紧和松啊 是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你通过捏紧和放松 来达到力量的一个变化的问题 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扎在 刚才说可以扎在乐山上或者琴弦上 通过捏紧手指 或者是呢 加大这个手腕手臂的这个力量 去帮助 帮助你的手进行 这个运动 进行发力 这个 这个感觉 好 那么 左手的这个力量分配呢 你就要 你首先要非常清楚 这个句子到底是一上一下 还是全部 还是全部往上走 比如说 一上一下 上下 那么你上的时候 每个手指要比前一个手指的力量 大那么一点点 你要明确的能听出来 它是一个 往上在递增 力量在递增的感觉 然后下行的时候呢 力量递减 你的手指要逐渐放松 手指放松 看到吗 加 减 好 我发现抖音这边有很多 可能是程度比较低的朋友进来 听不懂 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然后呢 我想说的是 你们能不能听懂 我说的是中国话 比如说 我说力量大一点 小一点 摇指控制的问题 学一点 试一点 你不要觉得 我今天如果讲渝州唱完 你就拍手叫好 我今天讲的是春到香江 你觉得我讲的东西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讲这个手指用力的问题 你早晚有一天会用到 你今天不认真听 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 我把这个话放在这 如果你现在已经学到摇指了 你就不要再来说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曲子我听不懂 你至少摇指这个问题 你可以听得懂 什么叫健强 什么叫健弱 我已经说了手指怎么样 能够使劲 怎么样去放松 你学一点 试一点 而不要纠结在这个曲子 我不会 这个调我不会弹 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 自己在学什么的话 那你就出门 想往哪走 就往哪走 怎么走都可以 慢走不送 好吧 另外我还想说一个就是 这个级别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们如果本身程度比较低 就相当于我现在在教一个舞蹈 我说这个舞蹈动作 需要一个下叉 你说老师我不会下叉 你给我讲一下怎么下叉 是横叉还是竖叉 我还要停下来跟你讲这个 请你自己先把这个练好了 再来说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了什么手腕呀 手臂呀 前后运动呀 这些问题 你哪怕能听懂一点点 你如果是一个有心的人 你都可以用上 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弹这个 我一开始说的是这个 手臂手腕有一个推送和摆动的问题 你说这个旋律太难了 曲子太难了 我不会弹 你弹过刘洋和没有 这个你弹过没有 他依然也是可以用到这个 依然也可以用到手腕和手臂 你会不会举一反三 你能不能听懂我讲的技术 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 不要在这一直吵 我听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 我不说了 继续往下走 刚才是摇指的这个片段 摇指的这个片段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旋律 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谱子呢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考级书上是写错了的 写错了的 我现在就不花时间给你们讲哪错了 否则你们会更乱 我希望你们在群里拿到那份谱子 去跟你自己书上的谱子进行对照 进行对照 好 我们就以这份谱子为例 以这份谱子为例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片段 一开始是一个八度的双拖 好 这里边我就又要插一句 如果你说这个曲子我听不懂 那这个音你会不会弹 这个音你会不会弹 你一定会弹 如果你学过刘洋和 对不对 里边就双拖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曲子你不会弹 你能不能从一个跟你相差很远的一个曲子当中 找到蛛丝马迹对你有用的东西 那就看你有没有认真去听 你没有认真听 这个东西永远跟你没有关系 永远跟你没有关系 好 双拖 但它不单单是一个双拖 不单单是一个双拖 它有一个花指 因为它是八度双拖 所以说弹的时候呢 手掌打开 大指 花指弹的时候 手掌打开 你要用眼睛去看着这个 这个SO 你要弹的这个音在哪里 大拖这个音在哪里 张开去找 按旋的这个音提前找到 好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音 就是遇到了一个技巧了 轮指这个轮指是一个装饰性的 首先这个八度双拖完了之后 有一个浮点 然后才是一个咪 这个咪是一个浮点后面的音 它站得很小的一个实质 装饰音 同时它有一个指法就是轮指 对吧 是轮指 这个里面在整个的这个慢版片段当中 没有长的这个轮指 它都是装饰性的轮指 所以我们就讲这一个装饰性轮指的问题 我们谈这种装饰性就是这个 其实它很简单 怎么办呢 你弹的时候 你把手提前要伸开 但是呢 不要分得太开 手尽量的聚拢一点 聚拢一点 你看这样 不要这样分开 把手指伸长一点 然后呢 尽量的并起来 然后因为我们的轮指是从无名指开始 四三二一一次性去弹 你把它准备好 对着 你要弹的这个音 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音是咪 你就用手对着这个咪 然后呢 往回收 这个收的动作就像什么 这个动作你会吧 抓一下 抓一下就可以了 你把手这样伸开 然后呢 主要 首先是无名指 然后所有的手指都张开 指尖 所有的指尖都对着这根 对着你要弹这根琴弦 然后抓 抓 做这个抓的动作 你只要提前了 动作很小 放松 这个装饰的感觉都可以弹出来 甚至你说如果我这样弹 直接弹 我弹不到这个音 或者说容易出错 你甚至可以先把无名指放在琴弦上 好 无名指先放在上面 搭在这个弹上 然后 但是你注意你的弹搭在琴弦上 其他的手指也不要 没事干 所有的手指都对着这根琴弦 也就是说 当你准备的时候 你的这个无名指是贴着弦的 你的这三个手指指尖 是对着这根弦的 懂吗 它是一个预备状态 看这样的 这样一个状态 一个搭在上面 其他的三个手指是预备状态 然后你快速的收手指 这个时候呢 手指一定要放松 你不能使劲抠 你越使劲手指就会越僵硬 放松 往回收 做一个握拳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注意了 这个轮值我讲完了 就是装饰性的这个轮值 但是注意啊 没有完 你不要只顾忌到这个me 一定要跟下面那个right接上 所以说呢 练的时候不能只单纯练这个me 否则就会断了 懂了吗 你就会断了 这个很多人弹这个曲子 为什么总弹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装饰音太多了 我们知道这个曲子是移植 从哪移植过来 从竹笛 笛字的这个曲子移植过来的 它里边有很多装饰音 这个装饰音弹不好 整个旋律是会变成一节一节的 很难听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你的轮值弹完之后 不要光去想这个轮值了 你弹完这个me要马上把right弹出来 也就是说你不要只想弹四个音 而是四三二一二 你要把下面这个right弹出来 懂吗 你练的时候就要把这个right也带出来一起练 咪咪咪咪right 把这个right一起练 那么right在me的前面 刚才说了 弹轮值的时候 手是提前预备的 当你收完手指的那一瞬间 马上张开 尤其是食指 马上张开 同时手臂往前推一下 去够前面的这个me 够前面的这个right 咪咪咪 你看我有一个手臂推的动作 往前 大 很轻盈 好 当你这个弦接已经做好了 这是两拍之间的弦接 对吧 两个拍子之间 第一拍的最后一个音 和第二拍的第一个音 这两个音之间的弦接 然后再去弹后面这个 这个地方很多 我刚才就想说的就是 考据书上没有这样写 很多考据书都没有这样写 这个谱子就是对的 因为这个so呢 它是 想买古证的可以找肖老师 或者我们的管理员老师 加微信自己去问 好 我现在用的这台琴也可以 谁想要谁拿走 你们自己去咨询 咨询肖老师 right me 这个so写的是一个画圈的音 什么叫画圈 按音 也就是说 它是从me按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音 弹成一个上反音 你弹成me滑到so 然后这个音就会变得很委婉 它不是直接弹成so 你看 ry me sol la就很硬 你弹成 这个so从me滑过去 ry me 滑过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滑过去 另外要注意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环音 我觉得大家一般都能做出来 关键是符点 这个句子难就难在 前面有一个符点 后面这还有一个符点 中间还有一个轮值 这众多的这种装饰符点 这些东西 众多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往往就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怎么弹 所以我就一节一节的 再给你们讲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ry me 符点音符注意 符点后面的音要弱处理 ry me me la 这个第二个me这个音 ry me me 中间的这个me 要轻一点 轻轻的碰一下就走了 第二个me轻轻的碰 不要使劲扣 你不要把所有的音都使劲 那么这样听起来很生硬 而且你的符点永远都弹不出来 永远都弹不出来 然后第二句 应该是后半句 又是一个八度双戳 这个八度双戳就没有花指了 直接弹 然后轮指还是一样的 手提前准备 提前准备 你可以提前放 也就是先放一个手指 无名指 然后呢 所有的手指准备 好 注意 也是一样的 不要只练这个轮指 你要叹叹叹叹叹叹 接前面这个音 ry rry rry do 把这个do练出来 也就是你轮指弹完之后 马上把手伸开 食指 去找前面那个音 同时用你的手臂推一下 推一下 然后又是辅点 do la sol do la之间有一个辅点 同样的就是 la要轻一点 轻轻碰一下就过去了 这样你的辅点就会很清晰 do la sol 当当当 很轻盈 好了 后面 这个话只要弹 有一个推的感觉 是这样一个感觉 你能感觉到是 好像你在使劲推了一下 不要弹得很声音 不要弹成 不要这样 上弦的时候 不要使劲放 轻轻的放上去 然后逐渐的加大力度 有一个推的感觉 这个感觉 同时我们可以在这个音上加一个低音 加一个左手的音 这样就更有厚度的 立起来 有一个立体的感觉了 普特上是没有写的 普特上只写了一个 背低音和低音的这个大拖 我们加一个三个点的la 在这 d8度再加一个la 用小指弹 用左手 这样弹 那么你的右手推的时候 左手也跟着一起张开 这样你的肢体动作也有了 你也能找到这种推的感觉了 然后回来 上滑音 滑到sou 注意 dola sou 是一个下弦音节 那么你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除了音量要收的同时 你还要干嘛呢 你还要走斜线 往这边走 后面这个大家有个装饰 这种勾摇呢 就是加上一个中指 这种勾摇其实也很常见 很常见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陕西的曲子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琴桑曲 琴桑曲的旋律当中 全部都是勾摇 这个感觉 都是这个 就是陕西比较常用这种勾摇 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技巧 有的很多他弹不好 就会把它拆了 变成 就是你弹勾摇的 千万不要往上提 知道吗 如果你弹不好的话呢 你注意你看到勾摇的时候 看到勾摇的时候 你一定要手提前张开 就是你一次性找到一个大搓 勾摇都是低八度和高八度 对吧 这个 那你一次性把手张开 然后呢 中指勾的时候呢 手臂往回拉 手腕往下压 然后快速的捏住手指 去找这个摇指 我再分解这个动作 我再说一遍 你弹勾摇的时候 手提前张开 跨在这个八度上 八度上 然后呢 中指勾出来的同时 手臂往回拉 然后呢 往下压手腕 食指快速去找你的大指 那么你的大指是稳定的 大指放松 靠回来 马上摇指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 这样就会断掉了 不要往上提 而是往回拉 不要往上提 好 摇指摇的同时 第二拍上左手 它是 先是一个盘音 这个盘音是三个音的盘音 我们呢 想让这个盘音听起来更舒服的话呢 三个音的盘音 一般会用这个手指弹 五二一 这个手型 五二一 这个 我们一般就不会用勾摩托了 用五二一 第一个音用小指弹 然后放的时候 手不要立正 手往左侧抖 侧着它 然后小撮 so la do right 进入到 so la do right 注意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衔接的 你说这个衔接在哪呢 是音和音之间的衔接 左手的音符是 so la do right right后面应该是什么音啊 right后面 so la do right 应该是me 对不对 so la do right me 所以右手的旋律 你们看一下下一行第一小节是什么音 刚好就是me so la do right me 懂了吗 这就是我说的衔接 它并不是说右手接 而是左手 当然右手的旋律肯定也在接 也在切换 左手的这个音也要能听得见 so la do right me 刚好送到右手的下一个音上 这样左右手进行了一个完美的切换 一个左手交给右手 so la do right me 刚好接到这个me上了 这个旋律呢要有一个比较激动的感觉 好 那么摇指呢 首先力度要逐渐的风大 刚才也说了摇指怎么去加力度呢 手指逐渐捏紧 如果你觉得这个旋律的力度还不够 你可以手腕再用点劲 甚至手臂也开始给劲 逐渐都给劲 力量就上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左手是刮奏 我们就按节奏去刮 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你刮在节奏里不要乱刮 最后这个米骚 如果我们想让它更有这个推进感 我们可以把它弹成 弹成小撮 很多人不会听讲 春道香江也是陕西曲 我只是遇到了一个陕西比较常用的执法 我把它拿出来 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是常用的 有些人不会听讲 把它当做一个春道香江是陕西的曲子 我深深的替你们感到担忧 你们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我费这么大劲给你们讲 你们听了半天 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举了各种例子 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说了往下走 咬指逐渐加力度 刮奏也要逐渐加 就是你的剑墙是两只手一起在剑墙 不是一只手 这个时候也打 那么刮奏怎么剑墙呢 首先放在上面的时候 指尖要保持住 这个是保持音色和音质的一个前提 你的手指不能趴在上面 关节不能塌 要弯曲 这样的话 你的关节就会有一个弹性 懂吗 关节会有一个自然的弹性的感觉在这 关节它不是硬的 不要这样压平 要弯曲 这样弯曲 保持住 那么是你的一个控制 让它控制在这个状态上 当你准备要用力的时候 你就要往下压这个琴弦 就给琴弦施加压力 施加压力 懂了吗 它声音就会变大 两个手一起 最后推上去的时候 米骚 你看整个这一小节就是一个剑墙 剑墙到后面的时候 米骚推出来 米骚到后面又一个弦节 你看旋律是米骚 下一小节是什么 是拉 米骚拉 刚好接到拉 刚好前面那一句的最后两个音 米骚 这个米骚 我经常形容它像什么 像垫脚石一样 就是你踩了一脚 就上到上一个台阶 它是一个垫脚的作用 能理解吗 米骚拉 就踩到上面那一 你为了去到达上面这一层 米骚只是你的垫脚的作用 米骚拉上去 米骚拉 所以你要知道 米骚拉之间有一个弦节 你不能把它弹成 米骚拉 不能把它断掉 你唱的时候就把它连起来 这个地方的右手的旋律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难 一个弦点音符 然后小说 拉扫米骚拉 下行 这个不是很难 弹清楚就可以了 关键是左手 这个两个手的这个排音 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还是雪上春晓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这种东西 两个八度的这种排音 这个排音弹的时候 很多人老弹不好 其实我在等于说是 今年年初 就是疫情期间 我在家里发了一个小视频 专门讲这个双八度 怎么弹的这个问题 弹的时候呢 有人说骚低了 你那么纠结吗 A调里面没有骚 我只是临时按一下 你如果觉得这个骚低了 影响你 就听觉了 你可以出门走了 不要在意 好吗 不要在意 我确实弹低了 对不起 你可以出去了 你可以走了 好 这个双八度 用手臂和手腕去带 用手臂手腕去带就可以了 这个啊 这个 也就你的手指要去找 这个音的同时 你的手臂和手腕 要去带动 你不能仅仅只靠手指去找 这样 光靠手指这样去找 你的手臂要去主动 会拉 这个 而且呢 要去练接口的地方 接口的地方 就是你的第一组的最后一个音 和下一组的第一个音 看 大指接这个中指 这样去接 那么你看 他除了手指在接的同时 还要干嘛 手臂 你不要跳 不要这样跳 这样跳 肯定接不上 要平移拉回来 往回拉 往怀里去拉 大 大 那么你拉回来的第一个手指 剩下两个手指都同时张开 这样一个感觉 懂了吗 这样呢 手指主动找音 手臂手腕配合去拉动它 你就能够弹得动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句子 这个装饰我们用脱抹拖来弹 不是脱抹拖 脱抹加摇指 就是所有装饰音 摇指前面的装饰音 都别太使劲 那么而且你弹的时候呢 你的手一定要在摇指的这个重心位置上 注意 你们要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对于弹装饰音的摇指还弹不好的话 还弹不好的话 注意啊 那么你就要干嘛呢 记住这句话 如果摇指有装饰音的话 一定要在摇指的重心位置上弹装饰音 那么这个音呢 摇的是哪个音呢 摇的是兜 那么呢 你的这个兜拉这两个音 就要在这个位置上去弹 往前送一下 马上回来 准备好 也就是你主要弹的是摇指 你不要 这样就会断了 尤其是对于 那些程度比较浅的朋友 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手势 这样就断了 一定要 你要做好一个摇指的准备 这样呢 你的装饰效果才能弹出来 好 在这个音的同时 左手有一个爬音 多扫兜 好 你看啊 仅仅只是一个兜的摇指 然后兜拉这两个音 我们都要做一个推进 坚强 咬指 这样推 放大 就是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一个地方 去做音乐的处理和变化 懂了吗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建强 建强 一个是摇指建强 一个是刮作 有一个推的感觉 后来一个拉就别使劲了 这个拉只是一个尾音 轻轻的 轻轻的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这个音 这个音呢 你的刮作刮的时候 因为前面那个是有一个刮作 接下来这个音 刚好又落在高音软上 所以前面这个刮作 我们就刮慢一点 刮慢一点 刚好你刮到这的时候 下一小节 这个ry就出来了 好了吗 前面这个刮作 刮慢一点 刚好 否则你还要另外弹 你就变成这样了 对吗 这样就感觉被切断了 你刮慢一点 有一个明显的坚强 提升的感觉 这种近距离的盘音 三个音 我们一般就用勾摩托 注意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用纸的问题上 我讲一个知识点 如果是八度的三个音的爬音 八度 比如说兜扫兜拉米拉 我们就用这个 用这个执法弹 五二一 如果是八度的三个音的爬音 我们就用五二一这个执法弹 如果是相邻的或者相近的音 我们就用勾摩托 后面 这个 里边两个问题 一个这个 刚才讲过了 两个八度 手臂手腕的带动手指的寻找 手指负责找弦 手臂手腕负责拉动 好 接下来有个装饰 注意这个装饰音 很多人弹不好 没有那个轻盈的感觉 怎么弹啊 大作 然后后面的 那个装饰音 那个小小的那个 我们用食指弹 后面的 用连托 关键是怎么衔接 很多人呢 知道执法 就是说很多人在学的时候 老师你给我标一下执法吧 我告诉你这个指法是抹加连托 你就写在谱子上了 但是问题是你不会 我告诉你了 但是你不会 它是有一个技巧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弹 把它弹出来 注意弹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就跟刚才我说弹摇指的时候 加装饰音 那你的装饰音要在摇指的重心位置上摇 还记得吗 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跟那个类似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食指这个音 你弹这个手指的时候 要在弹连托的重心位置上弹 什么意思 你后面是 你弹连托的时候 手是往前 这样一个感觉 而你弹食指的时候 什么感觉 这个感觉 对吧 那你会发现 弹食指是这样 弹连托是这样 这就是很多人 总是弹不好这个句子 总连不上的语言 因为你的动作太大了 懂了吗 所以说你要在弹连托的位置上弹食指 你们如果 我现在当下讲这个问题 如果你听不明白 你先把这句话记住 在弹连托的重心位置上弹食指 那么你连托是这样弹 你就在这个角度上 就在这个角度上弹食指 而且呢 不要只用手指 口用手臂往前推 就会很轻盈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装饰感觉就有了 好 下一行 很简单 大撮花 大撮花指 花指 然后抹错 一样的 同样的 这个知识点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只说一遍 弗点后面的音 弱处理 弗点后面的音 我今天讲到很多知识点 我都是用一个概括性的语言说 你们如果当下听不懂 记住 下去反复的去 读这句话 弗点后面的音 弱处理 哪个音是弗点后面的 梳 好了 往下走 因为这个 接下来这个装饰音 有一个滑音 用食指弹啊 弹它的时候呢 不要着急它 刮奏左手 因为什么 因为左手刮奏是第二排才出的 它先是空拍 空拍 而且要注意 一直有一个衔接 这个地方 很容易脱拍 也就是这个 咪的摇指 不要摇太长 当你的刮奏一上手 马上摇指就停掉 停 为什么要停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花指的 如果你不停 这个摇指就长了 而且花指会脱拍 整个的节奏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啊 因为下面这个音呢 我们不但需要花指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下滑音 在低音区 首先我们看一下位置 我往哪走了 我没有走直线啊 听到没 很多人是这样弹的 就不好听 很硬 听起来很硬 很硬 往走斜线 往三分之一的地方弹 三分之一的地方 然后呢 当你过来的时候 你的左手就要按下去了 因为它是下滑音 围完一点 那个骚 上面就有柔弦啊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处理 整个这个句子都是收下去的 也就是谱子上 本身就给了一个MP 刚才那个句子 在前面是高音区明亮的 一个花指推下来 从上面推到下面 就下来了 下来的时候 你的音量 音色都要往下收 简单的说 就要弱一点 听起来委婉一点 后面 这个小撮千万轻一点啊 很多人这样弹 你们听这样好听吗 你们听啊 就很傻感觉 就是你啪 把这个音扔在了桌面上 这样甩上去的 不好听 点一下 倾听点水上 看到没有 收 收一下 而且这个拉本身 后面给了一个空拍 让它有一个停顿感 就很好听 然后再开始走下面的 它就会很有意思 而且很好听 你要么弹花指 要么弹米 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不用纠结 不要纠结 要么你就弹成 弹花指 或者弹米 都可以 里面 Teams 给我 中国 中文庆 大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